All You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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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每一位平凡的人 能有一首不平凡的歌 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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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新年快樂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All You Music的頻道 我是Lucas 我是Nancy 好很開心讓我們All You開新課啦 那這次開的課程就是用iPad就能做音樂 其實就是用iPad裡的Garage Band來上課啦 那大家有看過我之前上架的影片嗎 我在講數位音樂這一塊領域 是一個很特別的內容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會這些樂器 但卻可以在數位音樂當中 當一位全方位的音樂製作人 或者是全能的樂手 任意操控軟體裡面的樂器 非常的不可思議 現在樂宇宙這麼夯這麼紅 我們在數位音樂當中 就是要成為一個非常厲害的化身 而我們只需要動動手指頭 即可完成這些聽起來很複雜的操作 好的那這一堂課 是由我旁邊這位Nancy老師 所開設建立的 那其實Nancy老師原本也是從古典音樂出身 從小就學習古典音樂 一直到她接觸我們All You Music 學習我的數位音樂編曲套裝課 對吧 對沒錯 嗨大家好我是Nancy 我原本學的是古典音樂 我是拉小提琴跟彈鋼琴的 後來接觸到數位音樂 就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好玩 就像Lucas老師前面講的 就算你今天不會那些樂器 但卻可以在數位軟體中 任意操控這些樂器 我自己剛開始學習數位音樂 也是自學 以前大學讀音樂系 都是練真的樂器 剛開始對數位軟體的操作 就非常的陌生 所以雖然我有讀過音樂系 但其實剛開始學習數位音樂 都是滿卡的 網路上很多課程都不是以實際操作為主 但我發現學習音樂製作 就非常需要實際的操作練習 後來就上網爬文 看到了Lucas老師的線上課程 就覺得 哇這就是我想要的 他幫你詳細規劃好學習的步驟 還有以實作為主的教學內容 都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好所以剛剛算是一個 透透業配了 好就是你不覺得學古典音樂 跟學這個數位音樂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之前跟Nancy老師討論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覺得數位音樂的格局很大 然後學樂器你就會 局限在一個樂器的學習當中 對不對 對 好那當Nancy老師把這個數位音樂的編曲 課程都學起來之後呢 他就那時候就跟我說 他能不能開一個線上課 但其實我那時候本來就有規劃 想要繼續發展這種比較基礎的課程 那因為想要讓更多人了解 數位音樂的有趣嗎 跟他的奧秘嗎 所以就想說 我們在討論當中 Nancy就想說 那就來開發一套用iPad 就能玩音樂的這種基礎課 而且小小的朋友 大大的朋友 這個都能夠學習的 那其實在拍攝的當下 我們這週就要前往好好聚落 來教一群樂聯的朋友 去玩什麼叫數位音樂 然後怎麼用iPad玩出歌曲 那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趣 你想想看 樂聯的朋友能接觸到 所謂的新的音樂產業 他們也會覺得這東西很酷很新穎 另外我們想像一下 家中的小朋友拿iPad都在幹嘛 都在玩遊戲 或者是看卡通 對 這不是很可惜嗎 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些小朋友 他們拿iPad在設計劑的音樂的時候 你會想像那個畫面會有多震撼嗎 然後多不可適應嗎 其實他們在設計劑的音樂的時候 是透過建構組合排列協調 那運用了左腦跟右腦的刺激 那就會把音樂用得更好聽這樣子 那其實在無形當中 都大大的幫助這些小小朋友的發展 他們可能因為這樣 而變得更有邏輯性思考性 就像Nessie老師之前跟我討論的 數位音樂的格局是很大的 那以前大人們都想說 讓小朋友去學鋼琴啊 或學吉他像Nessie老師這樣子 那所謂單一樂器 但小朋友就不喜歡一直坐在那邊 不斷面對重複的事情 那其實時間久了 樂器學習就是一種肌肉的記憶 就像你彈吉他彈琴都一樣 大概就跟Nessie老師 小時候一直練琴一樣對吧 對 我小時候就是拿著樂器 盯著譜一直彈一直拉 一直不斷的重複練習同一個片段 很可憐我覺得 小時候不就是要出去玩嗎 去接觸怎麼會 好可憐 我覺得很可憐 我覺得這就是學習古典音樂 跟學習數位音樂 最不一樣的地方 學習古典音樂 學習單一個樂器 就是會一直盯著譜看 一直重複練習同樣的東西 今天沒有譜 我可能就不會彈 也不會拉樂器了 但是數位音樂 他的格局就比較大 他會學到更多樂器的排列組合 而且是可以天馬行空的去創造音樂的 對 我覺得學樂器就是像一個職人一樣 就是我把鋼琴彈好 或者是吉他彈好 可是數位音樂不一樣 數位音樂是在把這些樂器 全部都兜在一起的 就像一個製作人跟指揮一樣 我要那個吉他左邊一點 鋼琴右邊一點 他是歌劇比較大的一個思維的邏輯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說 如果你是去練鋼琴吉他 或者是其他的樂器 就單一的樂器 那其實我們一直反覆訓練 一件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對大腦的思考 也許會有發展 但不一定有那麼全面性的發展 因為技能是練出來的 他是一種習慣 那如果當然他天生就喜歡一樣樂器 他可能很喜歡那個場地的聲音 那個Saxophone的聲音 那就開心的讓他去練習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大部分的家長都覺得學音樂 就是學樂器這件事情 所以就把小朋友交給鋼琴老師 那小朋友有時候會決定 要不要學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老師好不好 兇不兇 嚴不嚴格 那如果他覺得老師好 那就繼續學沒有問題 可是老師很兇 他就不想要學了 他完全不是因為這個樂器本身 他有沒有興趣 還蠻可惜的 所以很吃老師 他不是吃這個樂器好不好聽 對不對 那我之前遇過有一個媽媽 他就說他給他兒子 學了好多的樂器 鋼琴 大提琴 小提琴 爵士鼓 吉他 Bass 他都學過 但都學不久 結果一點點 但是沒有辦法專精 那媽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他兒子說 他是喜歡音樂的 可是他不想要只練習一項樂器 他的頭腦其實有好多的聲音 好多的樂器 他想要把他們組合起來 變成他屬於他自己的音樂 而不是我想坐在那邊 好好把鋼琴學好 那後來音樂的忌諱之下 我認識這位媽媽 然後我一聽就知道 哇 這數位音樂就是這個小朋友的天堂 那果真後來 他現在這位小朋友 現在看卡洞的時間已經變得非常少 因為他媽媽說 他都會聽到他房間 傳來各種樂器的聲音 然後他也會因為一段節奏沒有設計好 然後不洗澡 不吃飯 當然這是有點交往過正 好 那回過頭來說 所以其實經過這故事 讓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悟 就是說數位音樂 根本就是小朋友應該要接觸的領域 就算不會樂器 大家可以先進入數位音樂 先聽聽看這些樂器的聲音 來尋找自己的喜好 有些人天生就喜歡當製作人 就像老闆一樣 把所有樂器整合跟協調 但有些人喜歡當職人 所以他就會從中去學習一樣的樂器 可能是鋼琴 或者是長笛 鼓針或者像那些老師一樣小提琴 好 數位音樂就是一種啟發跟入門 一個開啟探索的階段 當然你可以繼續留在數位音樂的領域當中 可以繼續鑽研變得更強 成為編曲老師 錄音師 或者是混音師 母代工程師 好講了很多數位音樂 這邊想要請Nesi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堂課 所謂的用iPad就能做音樂的課程內容介紹 我們這套課程是專門設計給數位音樂初學者的基礎課程 我會以iPad裡面的Garage Band這個編曲軟體作為主要的教學 課程中我會從最基本的樂理開始到軟體的操作 在你體驗很多樂器之後 再教你怎麼創作旋律 最後幫這個旋律穿上衣服還有美化它 只要跟著課程安排的進度走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做出自己的音樂了 OK在網站上你會看到這套課程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然後大概有30堂課 那完全帶你了解用iPad要怎麼做出音樂這件事情 而且不單只是教你怎麼用Garage Band 而是帶有OU的課程學統 我們課程就是大量的實作跟示範 其實就是跟著老師一起做 你就能完全進入這塊世界了 好的 那其實我們這套課程 現在目前開發是全線上課程 那其實我們正在尋找不同的機構單位 能讓我們去有機會帶著iPad去做實體的團體教學 教大大朋友或者是小小朋友 就像我們這週要準備去好好聚落 教這些樂領朋友一樣 帶大朋友去認識跟了解數位音樂的奇妙跟好玩 那如果你是相關從業人員 或者是親朋好友 也對這一個部分的教育 或者是推廣感到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與我們聯繫 好我們可以一起開一個團體班 或者是工作坊之類的 我想應該會蠻有趣的 也會蠻有收穫的 好最後最後 如果你想要學習這套用iPad 就能玩音樂的這個線上課程 不管是幫家中的長輩 還是小朋友購買學習 都歡迎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O-U-N-A-N-C-Y-Y-T O-U-NASY YouTube 好你就可以享有這個專屬的優惠折扣囉 掰掰 掰掰